擴大極難紓困申請爆量 新北市各區公所 彙整了55箱 共9301件送到衛福部 社公司也只能在週末的時候 加派人力協助查驗紓困申請 今天是來加班嗎 對 有說要加到什麼時候嗎 盡力 急急忙忙趕去加班 已經趨緩衛福部持續忙班 疾管署掌握疫情 昆陽實驗室持續病毒篩解 健保署維護口罩資訊系統 社公司則要處理紓困 超過500人母親節加班 甚至有些主管職超過130天 沒休假 是沒錯啦 像我個人也是沒有休假 其實像我這樣子 我們書裡面 很多長官都是這樣子 為了達成3日審核 5日撥款承諾 非工作貼也要持續處理紓困申請 衛福部也加派百人 到各縣市公所協助勾擊 就是希望補助能盡快到位 今天我再也要回去陪媽媽吃飯 OK 檢檢說明後 莊仁祥又要火速回去開會 防疫紓困兩手抓 母親節前夕又有多少母親 在為全台母親再打拚 藉由黃亦帆 陳旭桿恩台報導